我這一百多封信喔 大概有三十十封是跟名人有關係的 有一個我覺得現在也是蠻嚴重的就是 他女朋友也是一個演員 也是一個藝人 然後 他就被舉報被信息 他曾經信信都不用 然後這個人呢 在一個多月前呢就寫信給他 跟他聯繫他 然後他就在這個訊息裡面呢 就是很深重的跟這個 我這個粉絲呢就是跟他講說 我曾經信信過你 然後跟你對不起 然後 他覺得他人生就是太順利了 所以呢 順利到那個 需要去坐牢 來治療這個太順利的人生 於是他就 也還有一個建議說 你可不可以 去舉報我 因為我寧願被你舉報 死在你手裡 都比另外一個人舉報我的那個人 死在他手裡 比較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他可以趁這個機會 跟他那個 女朋友 就是藝人的女朋友 分開 他說早就想甩掉 他甩不掉 今天這個直播是因為 我最近就是 這個禮拜 收到很多來信 然後 大概一百多封 然後都是關於 被騷擾 被侵犯的 的信件 然後我想說 今天這個直播就是 要給 這些來信者一個回覆 就是讓他們知道 他們的信我都有看 我看完這個信 我通常都 就是都會希望他們在冷靜一下 要不要再檢查信的內容 有沒有 因為我不希望他們就是 就是被被告 或是這信的內容 寫的不夠清楚 就是傷害到自己也傷害到別人 或是被 被看這封信的派發 如果真的 真的決定 確定要 要PO出來 要爆出來 就是 在細膩的檢查一下信的內容 也許 可能會更完美一點 因為我覺得 就算是復仇好了 就是 還是有 比較圓滿的復仇 就是不要太 不要讓情緒佔了太大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 這個事情是 說實在我這一百多封信 大概有三十十封是 跟名人有關係的 有 有好幾個人 是好幾個人同時是在去發通的人 這樣也有好幾個 有一個我覺得現在也是蠻嚴重的 就是 他女朋友也是一個演員 也是一個藝人 然後 他就被舉報被信心 他曾經信心都不一樣 這兩個都是藝人 那就是這個女 這個信心別人 這個男藝人呢 的女朋友也是 藝人 所以前幾天 一出事的時候 大家找不到這個男的嘛 就去訪問這個女生 然後這個人呢 其實在一個多禮拜前 一個多月前 就大概知道有事情要報了 然後這個人呢 在一個多月前呢 就寫信給他 跟他聯繫他 然後說 他可能在過一陣子 可能就 又被舉報 曾經信心別人 然後 他就在這個訊息裡面呢 就是很深重的跟這個 我這個粉絲呢 就是跟他講說 我曾經 曾經過你 然後跟你對不起 然後 他覺得他人生就是太順利了 所以呢 順利到那個 是 需要去坐牢 來治療這個 太順利的人生 於是他就 給他一個建議說 你 可不可以 去舉報我 因為我 我寧願被你舉報 死在你手裡 都比 另外一個人 舉報我那個人 死在他手裡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他可以趁這個機會 跟他這個 女朋友 就是藝人的女朋友 分開 他覺得 可以趁這個劍 他說 早就想甩掉了 然後甩不掉 你看這個話術喔 曾經搶爆人喔 還敢傳訊息 跟他聯繫的這種話術喔 你知道一講完 我這個粉絲來心 居然問我說 他這樣講是什麼意思呢 是 是我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嗎 一個這樣的話術 可以讓人這麼迷惑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 其實他的想法就是 想一個策略 想一個方法 讓你們這三個女生 一起被他践踏 這就是他 跟你講這段話裡面的內容 的政策意思